我 万岁爷怎么说啊 成还是不成 佟爷 外边凉快 咱俩上外边单去 走 我不热 走走 我不热 我觉得你热 不热啊 给你看看好玩的东西 完了完了完了 到底还是废牌啊 让我缓缓 缓缓 好日子到头了 那什么时候 才能熬回来继续当混子呀 这牌面到了奴才手上 就没有废牌 什么意思啊 你把话说明白点 万岁爷暂且不会比你会哭 您又吓唬我 您说好了不吓唬我的 我不禁吓唬哭的 是 您会哭 您会得可太多了 您都会打着我的旗号 作威作福了 您都知道了 不就是奴才在皇陵欠了一屁股债吗 还多了个对视 我错了 娘娘一句错了 平白玷污了奴才的清白 您拿什么还 反正这屋除了我以外 其他的东西都是您送的 您开始取吧 奴才瞧这整间屋子 就属娘娘最幸亏 不如娘娘随奴才回家吧 您的意思是 我不回宫 去您家 奴才好不容易才哄得万岁爷点头 这会儿人都回宫了 您的意思是 这会儿人都回宫了 那如果是不愿意的话 奴才才把万岁爷取回来 别别别别 愿意愿意 肖长夜宁大人大义 美貌如花 我这就卷包袱 片刻都不耽误 来 肖长夜 您说我要是去您家 会不会不方便啊 您看啊您人缘又不好 万一 谁在店上给您穿小鞋 拿我出狂林的事说事 那怎么办呀 娘娘这是在担心奴才啊 可不是吗 不日便是灵纪 这灵纪的最后一环 就是游衣冠 娘娘身为太妃身份尊贵 理应捧着先帝爷生前的衣冠 出黄陵入宗庙 这只要出了名万事都好受 至于回来的是谁 不过是奴才说了算 这一花接木的道理我懂 可是 咱们能不能 别捧先帝爷的衣冠呀 不捧也行 那奴才就直接带您出去 您不是操心奴才人缘不好吗 这闹出去啊 最坏也就受个弹劳 捧 不就是捧个衣冠吗 我一定给您捧得稳稳当当的 不至于 不至于 这么庄重的日子 不好见血光 收回去吧 她行刺你 对 胆子太大了 不能放过 我要亲自处置她 都在你手上了 我也没什么指望的 你要如何 就如何吧 行 这棵树 好眼熟啊 我先这树同你亲 索性从宫里一栽过来 与你作伴 于大仙真答应了 答应得可明显了 这树 马上就会落花 来 来 你看 你之前还说这棵树不会结果 你看啊 这不有苗头了 再过些十日啊 它定会结果的 别动 好 去那边看看 好 藝衣 你准备了吗 我也没看他 Lady 听ende 看呢 newsletter 早说是小王爷 我肯定不能动手啊 这动都动了 多大醉啊 打这么狠 我看醉不小 可我 也不是故意打的呀 照小王爷的意思 混进匹府 并非为了行刺 自然不是 我就随便走走 走错门了 穿成这样随便走走 我平时也就爱好 穿这种款式 于婉小王爷 你为何留在京中 你也是知道的 我一直以礼相待 你却阳奉阴违图谋不顾 你真以为我消夺 叛了你南越王府补偿 说 南越王吩咐你做什么 跟我哥没关系 我真不是冲你来的 我 我新月他 谁 我 新月谁 何德蒂姬 谁 何德蒂姬 何德蒂姬 我跟他不熟 你 我 你 你 你 妈妈 你说什么你 这些日子我满脑子都是你 今天我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赵令位 我就想见你一面 是 闹了半天都是误会啊 那 我打小王爷那头还治罪吗 在这里没人敢治你罪 小王爷 你这些魂话搪塞不了我 你还特地把我的玉送还给我 其实你要是喜欢你留着就好 我们宇文家的传家遇 原本就是留给 死生认定之人的 我是替他还的 你 你为什么要替他还 你还来他府上 你找他干吗 你们很熟吗 他是个太监 他还阴险矫战 你别让他骗了 小王爷 那个 小王爷他就不是那个意思 他就没有质疑你跟肖长印有猫腻 无耻 你看我干吗 你看我干吗 我不是故意打他的 我要知道他是王爷 我肯定不打他 你为何情动提及 那小王爷他骂你 你替我不平 当然不平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谁要是欺负你 我对谁不客气 就凭你这姿色 你这嫉妒 要是个寻常男儿 那就是攀龙附凤得了 跟地基他多般配啊 奈何误打误撞做了内侍 要不然 轮得着那小王爷 在地基面前上蹿下跳的吗 其实也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个行行出状元 你也算是这行里的 泰山北斗了 那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也先走了 这边一边 来 嘘 借我多多 发生什么事了 有个很奇怪的人跑到我这 非要跟我学艺 赶都赶不走 师父 师父 你看我心插花篮 是不是艳丽归奇 别出心才 你 宇文小王爷 不是不是不是 你认错人了 你来这儿拜师学业 他喜欢的女子生他的气 不肯搭理他 他就死皮赖脸地求到我跟前 说是全京城做女人做得最炉火纯青的非我莫属 所以我一定最懂女人 他呀 就想学学怎么讨女人欢心 我怎么可能答应他呀 孟庐向来只骗男人 不骗女人 师父 我真心实意地 怎么能叫骗呢 谁是你师父 他亲哥是南苑王 他亲哥是南苑王 那位啊 是萧长印的死对头 荣王殿下还在世那会儿 他就和荣安皇后联手 差点就当了摄政王 您被皇后关起来那回 萧长印就是去对付他呢 要不是急着回宫救您啊 指令把他给活捉了 总之啊 那个宇文小王爷 您以后啊就远着点吧 防不住那南苑王 还有什么动作啊 把您牵扯进去就不好看了 现在想来 他的行径甚是可以 一开始混进掌印府 荒唐地对婉婉表明心意 现在居然又不惜自降身份 待在这烟花之地 他到底想干什么 你堂堂小王爷 这么活得出去 当真是世间 少有的痴情男尔啊 那当然 为了婉婉 我什么都获得出去 我告诉你啊 我在这儿的事 您可不许出去胡说八道 否则我 您怎么也在这儿 在我面前装傻冲冷 扳门弄死 巧了 我也是来学艺的 你不是 你不是萧府的人吗 那斯坦尼玩得这么滑 禽兽不如啊 可不是吗 这狗东西 不干人事 我记得你那天与他作对 我心里啊 是十分敬重的 看你呢 也是个可怜人 上回打破我的头也是意外 罢了罢了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从今天开始 大家就是同门师兄妹 套剑户是吧 降低我的剑心是吧 雕虫小气 都是我玩剩下的 好嘞 师兄 我的我 我心里的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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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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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我没跑 他都先跑 你要去哪儿啊 送我的 长这么大 除了我娘以外 还是第一次有人送我花灯